捷運車廂內乘客慌亂逃窜 嫌犯洪姓男子一手戴手套 一手持刀準備揮砍 一名黑衣男子第一時間快手 按下緊急對講機後 拔腿就跑 但立民藍色上衣外國人 動作沒這麼快 等到嫌犯走到面前才驚覺要逃跑 雙方距離不到一步 差點被抓住 對比一開始被壓制 嫌犯機動喊不想死 後續與媽媽見面 抱頭痛哭 如今低頭不乏一語 父母也瘦度出面 六度鞠躬致歉 洪姓男嫌的父親 卻只字不提兒子的憤怨動機 離清犯案時間序 紅姓男子走在一個星期前 就在高雄五金行購買三把刀 接著5月19號晚間6點13分 在台南高鐵站上車 接近7點到台中 先入住西屯區的汽車旅館 21號10點多退房 再搭汽車到捷運水安公站 在置物櫃處放置行囊後 帶著隨身包包搭捷運 包內疑似就裝著犯案用的三把刀 包括用餐還有睡眠 都相當的正常 這個部分因為我們還是一樣 在調查離清當中 根據警方了解 嫌犯身上帶著5種處方藥物 幾乎都是鎮定作用 犯案前在捷運水安公站廁所 服用8顆藥物 送醫後還有進行洗胃 最後被醫殺人未遂恐嚇傷害等罪嫌 移送台中遞檢署偵辦 但目前檢警都還未透露 他的犯案動機 三雄站的現任台中採訪報導